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戴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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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罕他们回来了 接下来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了 你要怎么做 我要给小鬼子做一道回锅肉 回锅肉 你的意思是先麻痹敌人 再出众前偷袭鬼子 他得长得真聪明啊 戴队长 到 带领三十个兄弟 带上你的震天雷 从东西两侧进入鬼子阵地 然后从南边撤出来 赵一强会在那边建议你们 你 跟着我 多带一些手肉蛋 只要见到小鬼子那个 滴滴滴 哒哒哒那个玩意儿 立马把他炸上去 明白了吗 明白 行了 你别让他去了 我跟你去吧 啊 他做了一晚上的震天雷 也该歇会他 大队长 能行 老炮 怎么说咱们现在也是干嘛 咋就不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呢 是不是啊 大队长 对对对对 你们去 我们要点休息 睡觉去吧 嘿嘿 十分一切射撃 用意 大队长 这炮打的啊 看来是要把小风领炸成山沟沟啊 我看鬼子是要进攻八连镇 这半天龟究竟在作剩啊 赵里咬米汤不对路数啊 刚才炮火还惊天动地呢 现在进攻八连的 顶多一个鬼子小队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鬼子不是要跑吧 跑呢 这个狡猾的半天龟也 害怕我们追击他 想出这样的法子 故意耽误时间 林长 进攻八连镇地的鬼子 突然撤退了 你告诉八连长啊 让他追上去 哼哼咬鬼子一口 是 中佐企长 在你的目的 八连镇地上 十分之间的攻击 突然撤退了 然后撤退了 是 我们的八连镇地上 一连镇地上 按中国话说 还不够赛亚风的 中国还有一计划 有 总比没有好 照目前的情况分析 板田规是想引诱我们追击 而后再打我们一个伏击 我狠狠咬板田规一口 就让他这么白白溜走了 对不起酸银牺牲的同志们 不谢板田规一条胳膊 对不起游击大队牺牲的兄弟 怎么 你又有主意了 你又能把豆腐烧出肉味了 让三营继续追击小鬼子 赵营长 您可是营首长 您应该可以判断出 鬼子的伏击地点吧 应该在这里 你确定 确定 在这儿 好 那就让三营的兄弟和小鬼子 短暂交火 然后扔下尸体 佯装败腿 尸体 哎 这倒是个好主意 阵地前有鬼子三四十具尸体了 让咱们的战士 把衣服给他们换上 黑灯吓火的 把年龟肯定看不清了 三营长 你得把你的机枪班 借给你们俄试一下 报告 所有人都到这儿 准央了 oui 准备的 被判断出 认识 全部队 停车里面撤退到 是 撤退准备 喂 大致先生 是 兄弟们 都给我精神点 怎么样 等了这么久 小鬼子还没来 不会是过去了吧 不可能 半天归打咱们伏击 肯定需要时间 而且我们是抄小路过来的 他们不可能比咱们快 也是 哥们儿 一会儿 咱们俩把枪换一换 你也让我 叨叨叨叨叨叨叨 突如一阵子 那可不行 这可是捷克机枪 小鬼子等歪把子在他面前 那就是孙子 是啊 难怪 这玩意儿 这看起来 看起来就带劲啊 就是子弹少点 让你突突了浪费子弹 还不得心疼死我 瞧 你说得至于吗 嘘 小鬼子来了 突然 兄弟们 准备好 等小鬼子走近点 再靠近点 听我发号 三 二 一 打 小鬼 马上给我 小鬼子大队的小鬼子 我给你报仇了 没劲动 受命了 这才后头套 它还没吃呢 走 这是命了 走 走 走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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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必须要打開 中佐閣下 戦場の片付けが終わりました 死亡27人 重傷18人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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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隊長 輪到俺們登場了 好 就看你們的了 等著聽俺們的好消息吧 注意安全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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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准备 母亲 兄弟们 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一旦找一场尸首 就只有抗恶门了 江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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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就是赵耶庆 您没打着啊 滚 长治 Todd 飞机过来了 赵绿枪真弹量的失手了 兄弟们 保护燕铁如我平安打 莫党 脑胎 马上 啊啊啊啊 嗯 八四五罹裸的空爆機 撞了 不可 遮不 遮不 絕對遮不 坦達 將軍舵寄起 再回大 空爆 啊 再一次 雄斬称 會說另一件事情 起 閣僚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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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撤退 警察警察 燃烹太太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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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半天 不是说带咱们去 增加盘吗 咋又让咱们在罗家集待命啊 这么重要的情况 应该马上向 林团党汇报吧 回报个球啊 领走了之后 半天把电台给没收了 一定有心目 报告 余常贵来了 这货咋来了 这不是在监狱吗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给放出来 余大队长 谁那么不小心 把你给露出来了 什么叫露出来啊 是半天太军 请我出来 半天太军还交代给我一个 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 重要的任务 我还需要向曹中队长您汇报吗 不说了啊 我还在告诉你吗 一秒误了军机大事 是这样的 为了万无一失 是半天太军 密殿 吉田将军 调派了一个大队 来参与这次战斗 其中 两个重队负责保护县城 一个重队 侧应半天太军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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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中村大卫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听中村大卫的指挥 您 喧哗 我刚刚收到半天军的电报 刘传说攻打孙家畔 是一场骗局 半天军命令 曹中队长的人 跟黄军混变在一起 在罗家级埋伏 消灭刘传说 快 老林 老林 情况怎么样 你看 新二团 新三团 已经到了指定的位置 但是 太原 长治的日军 并没有增援的迹象 半天归一带出的日军 有一大部分 被我们消灭在了孙家畔 岳太县城 现在是空城 按理来说 他应该马上 调集太原 长治的日军 来增援岳太县城 可是呢 可是他们太狡猾了 林参部长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这个半天归早有准备 在离开岳太县城之前 已经有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 他应该在游击大队追击的路上 设了符 在这儿 多夹击 这个好办 我去追游击 那边 没人 这儿 来 那个 离开岳 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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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在这儿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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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猴子 哪去 余大队长 你不是说恶胆小吗 你跑去上 那边 战争太惨烈 太惨烈就想当逃兵 那恶就代表大日本皇军 就地正罚你 是是是是是 舍不得 舍不得 我 我就是出来 躲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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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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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话 我都把枪放下了 鱼长官 也有禁电 国人 国人 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 难恶打 腿 你 你是个高腿子 我赵秦兄弟 什么你杀的 说 不是我杀的 说不说 是 是我杀的 是晨爷的 比我干的呀 晨爷 晨爷让你吃吃你吃吗 没你这个汉奸 我说你能死吗 我也不想当汉奸 可是 我要想家不够 我少有老家 还有小我 我没办法呀 我 别吵闹闹 今天我草上飞 就替你们家老人 好好教教你 擦作业 中国人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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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毫 嗨 嗨 你不是被汪天歌打死了吗 那是我们演的一出戏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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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放下了 我的头下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先碰一下 uk 把枪放下 好 起码 拿这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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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真是惹的傻妹子啊 我还想让王天哥 当你的大老婆 我当你的小老婆 以后 就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了 天明下那么多孩子 为生你就偏偏放不下恶呢 天底下那么多好名字 为什么就偏偏放不下王天哥呢 哥 你穿军装一定特别好看 让我看 你没事的 你一定没事的 恶地杀妹子 等着就回家 感谢观看 اور�를修会 네 你不过再试一台 因为 请准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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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员给你看的是什么 小风铃 小风铃 我明白了 林参谋长的意思 应该是让我们像假扮一样 精致灵活地拖住鬼子 更重要的是要向坚守小风铃的蒙虎团三营同志学习 崛起他们的硬骨头左 天皇陛下的声音 天皇陛下的声音 你们是否正在看着两肩 都在看着两肩 天皇陛下的声音 你们 你 不认识 你们 必须 能将军队的路由 山下练队和 约队上合流 敌军队 灭掉了 军队队 出发 是 同志们 大家听我说 自从游击大队成立以来 我们一直采取的是 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式 与鬼子进行战斗 游则敌不知我所往 鸡则敌不知我所来 我们机智灵活 运用我们独特的地理优势 与鬼子进行不断的周旋 打得赢咱们就打 打不赢咱们就撤 可是此时此刻 不管咱们能不能打得赢 咱们都要坚守在这里 绝不能后退 我们要坚守到主力部队 成功合围叶田和山下两支联队 至于什么时候能合围成功 我无可奉告 也许是一个小时以后 也许是今天日落以前 还有可能 是要到明天凌晨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坚守在这里 绝不能后退一步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兄弟们 大家伙都知道 那流传说就是一厨子 师父更可说过一句话 再好的厨子 一口锅 同时做不出两道菜 可咱们现在这一仗 比一口锅 同时做不出两道菜更难 我们既不能消灭板平龟 又不能让他们冲破 我们的防线 可是我们无险可守 所以这一仗 大家伙 可能都会死在这儿 但是我们岳泰山的汉子 打鬼子不怕掉脑袋 今天 大家伙要跟我们一起 做一回老寇 圣教老寇 山西人都知道 那就是一个铜钱 掰成八瓣花 一条命掰成八瓣死 从现在开始 有一个算一个 手没了 用脚踹 脚断 用头顶 肚子被开了膛 那就用肠子 勒死他娘的小鬼子 总之一句话 谁要是被小鬼子一枪毙了命 老子一脚踹烂他的脑袋 听见了吗 有没有 一条命掰成八瓣死 一条命掰成踹车 再痛 没 下瓣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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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分を守ることなど考えていません 命を捨てて我々と戦っている 敵陣地に3回も突撃しましたが す、全て奴らに奪い返されています 分かりろ! はい! 敵を倒したという報告しか聞きたくはない はい! 小鬼子! 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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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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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老头 别蹭你安哪 上 上 公告します 将軍の宮殿です 山下連隊が八路猛攻団の第三防衛戦を突破し 我々との距離は5キロのみ 吉田将軍が聞いています いつ猛攻団背後より攻撃を始めるのかと 将軍に返礼しろ 午後5時 必ず猛攻団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はい 今こそ 切り札を使う時だ 你想什麼呢 当初菜刀班那麼多人 居然現在只剩下我們幾個呢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接下來 還是會有人牺牲的 要是沒有突如其來的命令 也許我們的戰器 早就插在半年規的指揮部了 好飯不怕碗 我們牛雞大隊的戰器 一定要插在半天規的指揮部上 沒錯 是這裡 堂科 是堂科 好 咋才能炸掉這個網棒盒子 這得炸掉裏袋才行 不 太危險了 找一下 去找煉猪油和菜油 多時間拆火 紅燒了這個網棒盒子 是 來不及了 劉彩王 我說來得及就來得及 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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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你瘋了 掩護好我 阿翰 阿翰 兄弟們掩護小隊長 阿翰 為阿翰報仇啊 阿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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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間志愿者 李宗盛 山下 野田連隊を 雰固定空母の八郎根拠地に囲まれて 俺は私の砲撃突破 我只是幾十人 但是現在 我只是幾人 我只是在最終的一戰 我只能战得到 我只是在最終的突撃 封駕 我只能保護我 我只能保護我 趁機安心 我必須安全 我必須安全 请不吝点赞 收拾 请不吝点赞 收拾 大队长 刘探墓 冲出来了 鬼子已被见面 咱没有看到板田龟 板田龟这时用大部队吸引蛾们 自己逃跑 赵一枪 蛾们并分两路分头搜索 不用管恶 恶去跟板田龟做一个了断 一枪 把我新打了那把刀拿过来 是 5 evet 这个刀拿过来 Fortunately 那些 rus哭 看我 我给你 如果跟七国档 想明白 我 我们 내용 啊 我 就是 八天贵 我还以为你逃走了呢 我还以为你逃走了呢 有传说我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军人 而你却是一个厨子 不想要你这个厨子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这里 对付你这个军人 我这个厨子足够了 要不是这场战争 也许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放屁 我才不会跟你这个侵略者做朋友 半天贵 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你们小鬼子卫生不待在自个儿家的土地 卫生要来侵略我们中国 你们在我门这里死了这么多年 难道你们不怕 难道你们就没有家人吗 难道你们的家人就不担心你们吗 好 有传说 那就让我来回答你 我们优秀的大和民族 就是要改造你们 你们中华民族 这 就是我给你的回答 今天 我先来改造你 我先来改造你 白天贵 你知道我手中的是圣吗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替猪刀 你准备的替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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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n 死了 你也活不了 今天 我要让你见识一眼 岳太山真正的传说 岳太山真正的传说 一人の勇猛な帝国軍人が 豚のようなアホになり果てた これはなぜだ 答えられません もしや私の未来も 坂田君と同じかもな 将軍そんな弱音を 弱音ではない これは事実 国民党の軍隊は 例えれば一本の生蔵刀 我々は例え切りつけられても その瞬間痛みを感じるだけだ 共産党は 八郎軍は 我々の脇の下に隠れた白身 鋭い切れ味の刀を持ち 我が心臓を突き刺してくる 国民党の仕業か はい これは自分が集めた共産党患者の 杖尼尔に関する全ての資料です また一つ頭の種ができた お前を疑っていた だから坂田のそばに留めておいたのだ だがおかしな出来事は それでも後を絶たなかった 鶏尼尾は未だにそばで活動している この鶏尼尾とは 一体何者だ